字幕提供 他可能十顆可能也只能蓋到兩三顆而已 兩三顆搞不好還算是好的 可是那十幾點不是那麼好抓 但是如果你有那個長谷川阿 光陰奇蹟主攻或是像那個 魚柱阿那種的 或是神蓋也可以阿 那種基本上你只要會蓋就是100% 是神蓋 補藍喔 就是他補到的那一拍在跳啊 可是一般來說你都是在搶藍板 所以你不會蓋到那一拍的原因 除非很 貼太近會蓋不到 對有一個適當的距離 沒維修嗎 跟老花大招也是一樣難貌 我覺得老花的大招比較好蓋一點 跟小田比起來 因為小田很容易拉扯之後 他就 你基本上就是沒有人蓋得到那個點了 就是他只要稍微拉一下 比方說配個集藤 配個老藤真 或是配什麼角色都可以 他只要拉扯一下 加速往外跑 開大 他那第一時間就出手了 老花的大比較好蓋是因為他會在那邊 不必再放水啦 在那邊轉好多下 但是他轉好多下 那時候呢 人家都已經差不多都佔好位置準備要蓋你了 小田大部分的大招都是沒佔好位置的情況 蓋小田是不是位置也很重要 對 可是很容易被拉扯到 聽得懂嗎 就是 超級容易被拉扯的 就是只要拉扯 你的人跑掉了 你再回去一定都蓋不到的 正常來說 阿扯這個你要看 就是只要那個 只要內藤那種拿球 他有機會打的都要注意一下 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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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推 花形 不然你會被那個 你會被花給推爆 因為你板會搶不好 其實你推不太贏他 帶小田最好的位置 其實不能太貼啦 大概要離個兩個森位組 感謝四虹的支持 你不要推爛什麼的 你不要推爛什麼的 呦 雖然我記得他潛程是蠻高的 不過你這角色其實是有優勢 可以跟排位嗎 可以阿 可是要提早跟我講 像我大部分我帶排位都是那個 就是我大部分帶排位都是在下午 像我剛剛帶明星場 因為其他粉絲好像大部分都傳奇了吧 所以就比較少了 晚上我都會打段位比較高的阿 下午可能就會開比較低的 那個誰阿 那個阿者你一般移動阿 不需要按著盯防 我發現你防守都會一直壓著盯防在走 你要看位置 假設你今天 是那種你位置超級差 就是你還沒有走出來你就壓著盯防 你移動速度會偏慢 就是 站適當的距離阿 站適當的距離 然後記得開加速 我 偷一下 那我可以 你偷到 拿回來 那你也可以 壓著比較不會被拐命箱 壓著是不對的 你要就做點放的動作 快快點 你看這又沒踩到 因為你 這個也是你要調整的地方 你要有加速巨人盯防才會強 記住這句話 所以假設你今天沒有加速 你只是一般按著盯防 那沒有比較好 而且很容易會讓你速度變慢 很多人都不知道防守按加速的時候 速度是不會偏慢的 前途要保持距離才有干擾 他太貼了 對阿 他會被穿過去阿 這也是很多人防守最大的問題 有玩主塔 那個前途守不到 因為主塔卡不好 副塔就難強 所以我這把板也會很少 因為大部分阿澤都被推出去 但是我蓋爛啦 浪費大 白癡 這個我就不丟了 要就丟補頭 那怎麼沒聲音阿 喔我按到語音 沒反就是要靠防守 然後也可以 主塔守級3是要看 沒有一般來說 主塔會跟他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他前途剛好就是冒得到的 阿澤 阿澤 他毛病又出來了 蛤 又沒按好喔 阿澤 不用急吧時間耗光也沒差 OK 有了 好球 打得漂亮 會很辛苦是因為主塔被卡爛 阿我們完全沒反 阿我們完全沒反 然後花醒就會一直補來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囉 有了